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20号星期三 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了基本法23条 基本法23条可能念到了好多年了 据说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念到基本法了 据说什么911的前后 就是美国不出问题了 中国当时就认为应该有一个基本法 据说911前后就出这事 就是说一个当时是以反恐为目的 好像就当时就说 但一直被否决 一直被否决 一直都没搞定 现在终于把它搞定了 香港政府3月8号公布了基本法23条的立法细节之后 立法会连日开了22场会议 从8号到19号 好家伙 22场会议 完成了逐条审议基本法23条的条文内容 那么周二3月19日又加开会议审议 原定的行政会议和立法会的其他会议都给让路了 让立法会可以就23条表决 那立法程序除了主持会的主席以外 那么改制后的立法会的全体88名议员在表决权 均可以发言表达意见 几乎大量的议员积极发言 周二是积极发言 一面倒的全部都是表态支持立法 一个一个上去争先恐怖的表态支持 审议工作至傍晚6点48分完成 随后进入三读投票程序 然后获全票89票赞成 零票反对 88名议员怎么投了89票 还有主席 立法会主席梁军言表示 他说主席立法会主席在一般情况之下 是不会参与投票的 他说但是在此历史性的时刻 他选择破例要投票 见证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一刻 那么个意思 香港投手李家超在完成表决后 到立法会讲话 他说表示 今天是香港等候了26年的历史时刻 宣布基本法23条 于3月23日在完成刊线后正式生效 3月19号等于4天之后就正式生效 3月23号就正式生效 但是当然这里边有了一个小小的 这么一个乌龙 当然海外是这么说 我具体我不知道真假 但是海外的媒体播报 他说这样 他说中共的央视 早于立法会投票表决前 就发了这消息 立法会是在6点48分完成的 三读的投票程序 央视在6点33分 就在社交平台发稿 表示立法会已经三读审议通过了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那么也就是说 他提前了15分钟提前义和中就知道结果了 但人家那时候还没出结果了 当然了 这个结果肯定就是 大家心里都有说 这个结果肯定是过 但是反正就是这个是有点乌龙 我觉得央视有点太着急 下次可以再等一等 要不然等个一分钟 等个五分钟的 对不对 等一等 这种东西没必要抢在十几分钟 何必呢 就被海外人去嘲笑 肯定嘲笑你 你就搞了这是什么鬼 对不对 不过当然了 咱也别这么说 你知道吗 加州投票大选 每一年 投票大选的时候 他们不都搞 就是10月3号 10月5号 大选日夜 晚上不都是搞 就各个电视台 不都在搞选举的关注吗 就每一次都是 加州一说 开始 下一秒 说加州货州 从来没数过票 这么多年了 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 加州没数过票 每次就是这一秒 一说开始 下一秒就说 加州民主党合成了 没有悬念 每次就只有 加州每次都只有一秒钟的选举 但是呢 你得承认 那人家好歹也走了一秒 对不对 你哪怕是48分01秒呢 你懂吗 就是说虽然大家都知道结果 那加州那个不也是吗 也是都知道结果吗 你包括这次初选不也是吗 川普一选举经常就三分钟之后 就宣布川普获胜了 你知道吗 三分钟点了个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的选票 说好 川普获胜了 就完了 后面就不用再点了 当然 这种东西也是这样子 大家都如此 大家都心知肚明 肯定是川普赢 黑帝肯定没机会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你也没必要提前几分钟 去宣告 对不对 所以反正说这个意思 都差不多 那人家好歹还等了一秒钟 还等了三分钟 对不对 人家也没提前去说 你提前说什么 对不对 好 那不管怎么知道吧 这个用了12天就通过 从3月8号到19号 那么说上一次 香港国安法立法过程 持续了两个月 那期间 北京和香港 有不同的多个官员 被西方政府制裁 所以也给予了时间 让一些敏感的外国组织撤走 所以他说这次 快刀斩论 就23条完成立法 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使得西方来不及采取行动 这种说法 我觉得 我持一个怀疑态度 为什么 就是说 那你现在立法完了之后 美国就不制裁了吗 我相信美国 你该制裁制裁 对不对 他拖两个月 你要制裁 他12天通过了 你就不制裁了吗 我觉得你不可能 就不制裁了吗 对不对 那他要一秒钟 你怎么 你还表扬他 还鼓励 还发个奖杯给他 这跟时间快乐 没有关系 你美国该制裁制裁 我不认为两个月就制裁 12天就不制裁 这跟时间有关系吗 不是按时间说的 但是的确有可能 就是说让一些地方不好跑 为什么呢 说四周亚洲 之前有得到消息了 说内部消息 二月下旬已经通知了 三月底将撤出所有香港员工 在四月中之前的关闭办公室 部分员工将调往台北或华盛顿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三月二十三号生效的话 那他们这两天就忙了 你知道吗 他们原先可能觉得呢 三月八号不提出来的吗 估计跟上次那样搞两个月 可能搞到五月八号 但是他在四月中之前的跑路就可以了 那现在看来呢 可能三月二十三号之前就得跑路 不跑路可能走不了 你知道吗 所以赶紧跑 这个有可能 这个倒有可能 使他来不及跑 这个 那不管怎么知道吧 美国国 当然这个东西 他们就说了说你说这个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 担心什么 自己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吗 不知道 说点意思 接着说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复发人帕特尔表示 说美国认为香港通过了二十三条 令这个曾经开放的社会加速封闭 并只说正在分析二十三条的对美国公民 以及美国利益的潜在的风险 正在评估和分析 但是我想美国后面肯定会采取一定的行动 不会一点行动都没有的 意思意思也会制裁一个人俩人的 我觉得 中国外交部指 说美国自己出台了大量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但是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 泼脏水贴标签 当然很多人就不了解 说美国其实也出来很多法律 很多人不了解 我告诉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不好 其实这个就没有说过 去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好像没录过这个视频 我告诉你 去年三月的时候 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什么法律吗 你知道在中国有VPN翻墙吗 一帮反贼翻墙出来 骂老公骂习近平 对不对 你帮反贼翻墙出来 中国抓了之后判多少 知道吗 理论来讲 应该是好像不能超过一万五千人民币 但是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所以有一个人是翻墙出来干活的 所以没收非法所得 没收一百多万人民币 还记得吧 正常的罚款 一般罚个几百块钱 也可能就是说 居留了四天五天 对不对 好 美国在去年三月份通过一条法律 如果你在美国境内 使用VPN翻墙 去观看一些美国政府 不允许你观看的网站的话 你将美国政府判你多少年吗 二十年 我不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 你去翻有一条法律的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美国在去年 美国去年三月份正式立的法 当然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有一些 所谓的这种基地组织 本拉登 你像本拉登上次制美国人民书 不过后来就因为 巴以事件之后 又被人翻出来了 很多人都在说 本拉登要制美国人民书 就是说为什么出了这个事 然后后来他们不全网封杀 本拉登要制美国人民书 就不让大家看了 不让大家看了之后 在海外的一些基地组织的网站 还有这个东西 那么你在美国 你看不了了 对不对 那么假如你用VPN翻墙 去看基地组织的一些 这种境外势力的一些 不让你看的网站 美国屏蔽的一些网站的话 探20年 还是在中国好吧 你要在中国拿VPN翻墙 收信 你要看了基地组织的网站 对不对 发你500块钱人民币 拘留三天 对不对 你还不满意 你还说妈的 国安又请我喝茶 国安不要脸 你在美国 美国妈给你关20年 信不信 服不服 那你说谁厉害 对不对 你以为你在美国 你就能用VPN翻墙 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吗 关你20年再说 懂吗 所以这种东西就在这 美国要是说 你拿VPN翻墙 看美国政府 不让你看的网站 我关20年 你就觉得 美国好包棒 法治真健全 假如说 中国出一条法律 跟美国学 如果VPN翻墙 出去看了一些 中国政府 不让你看的网站 判20年 你是不是妈疯了 你就觉得妈 还要脸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问题在这了 但是 当然你就说 我可以出去看看YouTube 全人界都能看YouTube 那要是美国过两天 要是把TikTok 我疯了 你如果VPN出一翻墙 看TikTok 判你20年 你服不服 你懂不懂 那你当然说 你说那全人界都能看TikTok 你不会那么说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 所以威奥物不也说 说你看 你VPN翻墙 看个什么基地组织网站 你就判人家20年 对不对 你看我他判 我他判几天 有你那么判的吗 你不胡判吗 在那 说点意思 就说点意思 然后英国外交大臣 卡维隆 发表声明 称23条将损害香港法治 自治 以及权利和自由 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 反驳说 卡维隆的外屈事实 电脑黑白 跟着中国论争 大使馆发言人强调 说香港是否 纯属中国内政 英方没有资格 说一道四 反正不忘怎么知道 就互相再指责 然后说说 前两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 还有一个香港的 一个小伙伴 是不是还给我们 给了我们50港币 是不是 鼓励我们以后多说上香港的事 好不好 本来说到这就想停了 但是 这咱们会员不容易 跟会员多念了两句 说明他能在香港 对不对 让他给的是港币 然后又是让香港的事 应该是在香港 但我不了解他的情况 我不知道他是大陆人 还是土生土壤的香港人 我这么说 我觉得是这样子 23条通过了 对不对 我觉得对于土生土壤的香港人 可能会有一些就不舒服 但这个不舒服 主要是在心理上的 但是如果是大陆人 后来移民香港了的话 我觉得 其实对于人讲的关系不大 为什么 因为你在大陆双方国 我就跟你那么说 香港有没有这23条 跟北上广 跟北上广深没区别 我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香港最后就是北上广深港 最后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他过了这个 无非也就跟北京一样 跟上海一样 跟广州一样 跟深圳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如果你曾经能够在北京生活 能在上海生活 你能在广州生活 能在深圳生活的话 我相信你现在在上海生活 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于一个大陆人来讲 你如果是在北京长大的 在上海上长大的 别跟我那娇气 别在那扯没有用的 你在那活得好好的 别 要不然你就移民走 好不好 如果是土壤创造的香港人 那就没办法 你肯定是不舒服 不舒服 但是我这两天看了好多 香港人移民到了英国 待两天就跑回来了 一堆 还要到了英国的离婚的 炒 离婚的 就是过不下去了 所以移民这个事 你要真的要想好 香港人 我觉得比较娇气 真的比较娇气 他们大多人不像 大多人来了美国 来了英国 来了加拿大 是能吃这个苦的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来英国 比美国加拿大 就艰难 没有的 其实都差不多的 移民本身 就是一条非常艰难之路 所以我为什么 我从来不敢鼓励别人 移民就在这了 移民真的是 你要自己有点那种 坚定的信念才行 不然的话 很艰难的 不是每个人 都像我老婆 这么顺利的 这么台海 你知道吗 也有像我这么不容易的 所以好吧 就是这样 我就说说香港问题 然后 我觉得他主要关心的 一个对生活 生活来讲 就是说 你如果在曾经在大陆生活过 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这样了 跟大陆任何一个城市 其实都一样 然后对于安全性来讲 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还更好一点 出门不用担心被揍了 因为有个大陆人 也能讲点粤语 但讲的不地道 然后一听 就听到说大圈仔 讲的英女来 据我所知 即使广东人也不行 有一些广东人 年纪大的广东人 讲的粤语 到了香港人一听 就知道是大圈仔 是香港一些年轻人 香港有些年轻人 从小看的都是TVB的 电视剧长大的 这还行 他们会讲香港的那种的粤语 还行 那一些年纪大的也不行 所以就是说在香港的话 如果你不能讲粤语 有时候以前是被揍的 现在是不能担心了 所以对于你来讲 就怎么说 还更安全一点 对吧 另外一个担心的 就是从社会治安 这种之外 也就是这个 当然了 第一个就是说 关于全新言论 做原因 就没有了 但是跟你在上海 北京 深圳是一样的 社会治安 可能还会更好一点 说实话 而且以前 就是说老共因为手伸不进去 可能还需要一些黑社会 帮着 就是说搞一些事情 所以对黑社会 还有一点点容忍 那么以后来讲 我告诉你 对黑社会 就是零容忍 香港的黑社会 听明白了 不要惹任何麻烦 你只要惹任何麻烦 你试一试 老共折腾死你 跟你折腾反了 看张子强了吗 看张子强什么下场了吗 就这样 因为老共现在在香港 已经不需要黑社会了 而且既然老共接手了 香港就必须要绝对的稳定 绝对的治安好 对这种恶性治安案件 零容忍 不开玩笑 什么当街砍人这种事 绝不能再发生了 只要再发生 如果被人弄下来了 闹到网上来 老共就是下死手整顿 很有可能 不光是砍人的人 要倒霉 你的整个帮派 可能被老共整个连锅端 都有可能性 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共产党对黑社会 没有任何的忠忍性 你如果要搞的话 你在下面私下得搞一搞 可能还行 但是只要在明面上 让老共下不来台 让老共脸上不好看 你看唐山那个了吗 你看唐山打人 24年 你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而且你要明白 以现在香港国安法来讲 就是判了之后 不一定要在香港审判 也不一定要在香港执行 你在香港惹了麻烦 很有可能都会判你24年 给你搁新疆坐牢去 你做好一定心理准备 你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到新疆去坐24年 我看你自杀算了 真的 所以呢 就是说香港的这些 黑热黑大哥们 知道吗 就是说古赫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去不复返了 不可能再有了 香港必须治安 因为老共已经完全接手了 这香港人 现在就是这样 那老共对这个治安的要求之高 到一个就是说泄似底的地 到一个洁癖的地步 好吧 所以治安的话 我没有任何的担心 也许可能后面还有出来混的 就是说不长眼眉的 枪口能撞的 那后面我估计搞不好枪毙一个 或者枪毙两个 然后或者判个二三十年的就镇住了 那剩下的基本上也就 反正不知道谁当那只鸡了 那后面那些当猴 好不好 那有可能会杀鸡给猴看 那杀一只鸡看看 另外呢就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呢 我觉得不用太着急 老共既然接手了 香港经济不会太糟糕 还有上次呢 我再说一点 如果你是企业家的话 那可能会有点伤害 但是如果老百姓的话呢 我相信后面的日子可能反而会更好过 后面有可能房价会跌一跌 让你能买得起 物价也会跌一跌 让你能买得起 你知道吗 你的生活可能还比以前还好一点 因为以前的话 因为你知道工薪接从的话 以前香港那个物价 那个房价 那很你很艰难的 你因为你不要以为香港人都动多少钱 很多香港人一个月就用两万港币的 两万港币 你那房子多少钱 你买的房子 你拿什么买房子 你见鬼买房子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懂的意思吧 所以呢 对于来讲呢 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的话 也许可能还会好一点 不过当然呢 就是说你想短期内很快好 不可能 你因为呢 香港后面经济 肯定就依托于大陆 第一是大陆经济好 香港经济好 但现在大陆自己经济有问题 大陆我不知道后面 现在反正新城也是要拿四万一出来 但是习近平拿点四万一 看了半天 别说地方政府看不懂 我也不太看能看明白 他是要补贴收费品的吗 我也不知道 咱看他后面干什么 好不好 我上次不也讲了吗 习近平拿着四万一 五万一出来救失 我看着我也一脸懵 我要地方政府 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啥 就是反正再说吧 再说吧 好不好 那你等吧 你等到 你等到大陆经济好了 就会救救香港的经济 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但是其他的想法都谈不上 如果你实在不行 的话就移民 好吧 这也算对得起 咱们在香港的会员了 说说香港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说贸如良心说 你看外交部和什么 驻英国大使馆 在那回怼美国和英国 相当克制 我跟你说 相当克制 并没有 你会发现 大陆在面对美英的这种指责的时候 实际上你能看出来吗 他老说中国什么战狼外交 浙大哥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 只不过就现在会顶嘴了 就你说我还说你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中国政府有没有支持过 就是说1月6号冲击国会的这个时间 美国把1月6号冲击国会的好多人判了 判了16年18年 连没去的都判了十几年 中国政府有没有支持过他们 有没有为这个事 就是说制裁过美国官员 有没有拿这个事 比如说写一个白皮书 就是说美国1月6号 这个侵害人权 美国这个 选举不公 选举作弊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拿这个事作文章 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中国在这方面 其实相当克制 不愿意跟美国闹得太凶了 如果中共愿意闹的话 是大可以拿1月6号这个事做文章的 大可以拿2020年的选举做文章的 这你们能做很多文章 我会出一份人权报告 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迫害这些 怀疑这个选举造假的 然后我可以假批假次的 我可以派我的 派我的情报人员 对美国大选 做一个这个情报报告 然后公布余书 就是说我 中国人民情报部 总参二部 总参二部 总参二部或总参三部 我们做了一次 关于美国大选的情报汇总 我们认为美国这次大选 是有大面积的作弊在里边的 美国经常有时候 白俄罗斯或俄罗斯 弄了选举 美国就说这里边是作弊 这不是民主 这个选举是造假的 我美方有情报部门 有给我们发情报简报 对吧 这次普京刚刚连任 美国就说这不是民主 这是独裁 这是假的 选举我们不承认 对不对 中国政府可不可以说 2020年选举我们不承认 我认为你选举作弊了 川普是被做下去的 其实是可以的 你懂我意思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 这次普京 得了选票 有记者大会 有记者问 他就说你美国还有一堆人在质疑呢 对不对 普京都回嘴了 对不对 但普京现在跟美国 就是彻底塑破脸了 但中国现在不愿意塑破脸 所以中国不提这些事 就说明什么 不想在这儿做卫生 去干什么 实际上在克制 你能看得出来吗 就是中国在回堆美国的时候 是相当克制 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大做文章了 但是中国没有做 不愿意做 对于英国 爱尔兰是不是又要共同 要闹独立 中国政府有没有公开表示 支持爱尔兰的议会 支持爱尔兰独立 没有 懂我意思吗 其实是相当克制 在这些事实上 是可以做很多文章的 懂吗 是可以做很多文章 但中国政府有做的文章吗 没有做 只不过就你说 我说你就完了 就只是回个嘴 就仅此而已 但就到这会儿了 很多人就说战狼外交了 说实在的 还没支持这六合唱团呢 知道美国这六合唱团吗 January 6 1月6号合唱团 川普跟他们搞了一个合唱 知道吗 还没支持1月6号合唱团呢 还没有支持爱尔兰独立呢 对不对 你要是中国要开始搞 你等着 你再过几年 如果闹得再厉害了 中国搞不好拿这些事情做文章 知道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你看这些事的话 根本谈不上战狼 以前是属于 就是说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现在是反正你打我一下 你打我 对不对 你骂我 我还骂你呢 知道吗 儿子骂爹 现在是敢把阿Q精神发扬出来了 以前连阿Q精神都不敢发扬 你懂吧 所以完全谈不上战狼 现在只不过就是阿Q那种 知道吗 骂的又被老又被儿子打了 他就是这种感觉的 你懂的意思吗 也就是这样 但是呢 有没有朝他的软肋刺过去呢 并没有 知道吧 所以我告诉你 中国政府其实你看看 都通过这种事情看出来 相当克制 好吧 那这些事情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